字幕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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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作為基層部裡面 由我們長期以來真的面對 微波波和勞動波 在我們的能力上 我們都在Keyko 面對這樣重大的東南事故 我們真的很願意照顧病人 可是到底是怎麼讓我們沒有辦法好好的照顧病人 讓我們今天其實連出來表達自己的心聲 都很害怕社會對我們的觀港不好 覺得我們在這個時候沒有在第一線救災 而是跑出來抗議 其實這個部分在我們內心都是非常的衝突的 可是我們認為 這樣長期人力不足的情況下 我們很擔心 如果撐過了這個第一個月的關鍵時刻 之後還會有人關心這些病人他們長期的復健問題嗎 會有人真的關心台灣其實缺乏了專業的燒烫商 在復健方面早期復健的團隊 以及後續的社區復健的團隊 可是我覺得作為專業的醫護人員 我們有著社會道德的良心 我們也有著對病人的情感 很希望能夠表達給社會知道 我們需要幫助 我們需要 我們也看到病人跟家屬 其實是需要後續的幫助的 這個長期抗戰 其實不只是一年 它可能是未來十年二十年 這些年輕人怎麼回到這個社會 怎麼讓他們 怎麼讓他們在我們每天的照顧裡面 維持他們的身體的器官 不要變形 不要軟縮 讓他們維持他們最重要的生活機能 讓他們能夠還有重返這個社會的機會 我們因為關心這些病人 關心這些家屬 所以今天我們覺得要出來讓社會大眾知道 我是現在在疫情中心 一般外科病房的護理師 當天我去植大葉班 然後因為我們病房的話滿床 病38床 當天不滿30床 所以醫院的要求是不滿30床的話 就要於縮減 所以當天大葉班其實只有兩個人在上班的 那因為又要要求那時候急診 又廣播大量傷患的機制 所以我們病房必須要有一個護理師下去支援 然後結果呢 一位護理師留在病房 那個是三年的護理師 而下去支援的我 只是還不滿一年的護理師 所以我們就緊急的叫新人 一個不滿三個月的新人來緊急上大葉班 他根本還沒有接觸過大葉班 就來緊急照顧我的病人 過去我們都知道 醫療的現場長期是人力不足的 醫護人力的照顧其實出現了很大的斷層 所以當面臨八仙城報這樣的重大公安事件的時候 即便是現場沒有照顧經驗的人 或甚至還剛剛來上班沒有幾天的新人 都要上這個一線的火線來分擔這個照顧的重量 接著我就下去急診 我非常緊張 因為我根本沒有照顧過第一線的病人 然後更何況是這種消燙傷大面積的 我下去的時候我真的有嚇到 因為就是真的是每一個病人的身上的皮都剝落了 然後我一直很熟悉 我聽到他們哀嚎聲音大哭 我真的覺得很緊張 然後我就趕快隨便找一位護理師 然後問他說我應該要做什麼 他們就告訴我要幫忙處理傷口 我才趕緊幫他們處理傷口 很多很多病人因為我們護理師人手不足 來不及就沒辦法幫他們打指痛 只能硬著頭皮幫他們處理傷口 他們非常的痛 也只能有家屬在旁邊幫他們做安撫 一整個大夜班我們三個護理人員 一個新手一個不滿一年的護理師 一個三年的護理師 全部都在用燙傷病房的病人 沒有根本沒有時間去處理 其他原本就住在病房的病患了 原來的病患有多少人 18個 也就是說為了三個照燙傷的病人 其實病房裡面三個護理師必須要全部都上場了 剩下的18個原來在病房裡大夜班的病人 其實是無人照顧的 他們今天在列揚下站在行政院面前 幫傷者請命也幫他們自己請命 為什麼 本來醫院的人力就已經非常非常的不夠了 這個過去幾乎都會三天兩頭在講 但是我們的外服部不在乎 然後再不把它踢在旁邊 人力問題在這次充分的浮現出來 為什麼這樣說 各位剛剛可以聽到 我們這位現場的護理人員先生說法 他說什麼 平常人力就不夠 一帶燒燙傷的時候 他們沒有受過燒燙傷的經驗 你叫他如何好好的可以有這個病人 更何況後面還有這麼長的復健的路 叫這些病人怎麼走下去 叫這些護理人員怎麼樣能夠安心的 好好的照顧這些燒燙傷的病患 因此今天幾乎工會來到這邊 要人力不是為了自己 要人力是為了傷者 公安沒準備 公安沒準備 災難無法防 災難無法防 我們要說上禮拜內發生事情到現在 是我們民間各式各樣的互助 交流在發生 我們自救 我們互救 我們互助 醫護人員上架上班 民政捐錢 病人自願出院回家 不用急著 不用急著看刀動手術 這些我們看不到政府有任何作為 我們一無人員線上的 每一天要承受露營 被罵 你們到底知不知道 我們有多難過 為什麼你們就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而如此地踐踏他們 讓他們那麼辛苦 我經過SARS 我知道那種痛苦 那種心酸 那種無助 你們還要這樣子嗎 拜託你們 坐在冷氣房的高官們 想想我們這些基層人員 大家都是很辛苦 很努力的在工作 他說 你搞不好要不要 寶貝女兒啊 你搞不好也不要難以自己的命 換別人的命 我說媽啊我不行 我忍不下去 我真的忍不下去 他們這麼的年紀 所以我們非常卑微的 要求醫院給我們 充足的能力 讓我們可以好好的在線上 照顧病患 我真的非常的卑微的要求你們 給我們充足的人 充足的人 以及關愛 讓我們也有心理師 可以在我們下班之後 輔導我們的心靈 謝謝你們 衛生福利部 他們已經在輸出 好 我講這一部分 你能力不足 你要怎麼救 請問一下 剛剛我們說 我們一下 人力問題 你打算怎麼救 衛福部 根本就沒處理好不好 我們在旁邊 也成立一個中央小組 我想 我們要表達一下 我們都很了解 謝謝 衛福部 救人要救 哪裡救人要救 不要模糊問題 要模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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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病人怎麼辦 這些病人怎麼辦 什麼 要不是你再救 人力不足 你家的人燒燒 你要不要救 台本來就已經全速運轉的機器 那它如果說你要再讓它 在這種危機的時候 還要要求讓它去承擔更大的 工作量的話 那我們知道 那不僅它這個工作 沒有辦法完成做好 沒有辦法做好 照顧病人的工作 那它自己 它本身更可能會面臨爆笑 或是怎麼樣的命運 那現在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雪上加霜 又面臨到 像是這一次的八仙城報 這樣的意外 我們也很好奇 這個政府 它到底打算 繼續耗用 醫事人員的血汗 到什麼樣的程度 是不是 我們都非常不希望 但是 好像每次都只有遇到 這樣子的災難 才能讓他們學到一點點的教訓 那對於這個我們 真的也感到非常痛心 從我們消防員 就是人力不足的問題 已經談了整整兩年了 這兩年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發生了五場大型的災難 去年 大家還記得去年 一開始是先 澎湖的空難 然後之後呢 高雄氣爆 然後今年呢 就馬上又復興空難一次 然後新屋的火災 六個消防員殉職 然後到今天呢 八仙城爆 五百個人 就是還在燒糖尚病房裡面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不斷的喊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救人了 因為我們人力不足 那政府在哪裡 政府從來都沒有認真 聽到我們的訴求 好 我們只能 已經有十九個消防員 因為過勞 因為人力不足的關係 死在工作現場裡面 那難道你們還要這樣對醫護人員嗎 這些醫護人員也是每天每天的燃燒在工作現場裡面 什麼叫做救人定義 他們是最知道的救人定義的人 你們不可以把他們救人者的愛心 當成可以拒絕他們的理由 一陣子呢 台東是半個月之內就有四個警察檔下 然後呢 新竹呢又有一個 寶二又有一個中風 那這反應的是什麼 這反應的是 政府都把警察一個人 當作兩個人 三個人在用 那當今天有這種大型災害發生的時候 發現 毒性等等空難發生的時候呢 那這人力不足的問題又更反應出來 那我們認為 這其實反應的是 政府在公共安全管理方面的缺失 他又沒有一個完整的防災政策 還有永遠把警消醫護當作 結價的人力在用 那我們也認為 應該要補足警察的人力 應該要補足醫護警消的能力 並且 針對醫護 幾乎今天的訴求 來做真正的改善 這樣子 醫護警消才能夠真正的守護 全民的安全與健康